今天晚上會動明的影片 我是帝武者的燕子購買一手樓的保障足不足夠 觀眾可以用遙控器來投票 紅色是保障足夠 綠色是略嫌不足 藍色嚴重不足 黃色是不知的 問題的結果會在明天的節目中 大家一起討論和分析 昨天就說到佔領者應該遵守法庭禁制令 應該撤離49% 但應該堅持佔領的 有45% 不懂得判斷6% 都絕對很反映現在的情況 所以應該是一半半 其實所有的民意調查 待著先人一半半 是不是撤走那些 你撇開老人家經常說 老人家一定是反對 好了 年青和終生代是今次所謂佔領的主力 你見到也是一半半 老人家不侵下去就是五成 所以很奇怪的 你看到那個世代 撕裂 世代永遠都撕裂 撕裂 但是世代之間 就看一些所謂價值這些東西 就很不同 什麼叫普世價值呢 當然這個人 一個地方吃飽飯 當然開始講價值 但是老人家來說 很多時代生活在 你們幾十年前 很熬過的 賺食緊要 所以在他們的角度 那些所謂價值的東西 沒有都是照賺食的 沒有飯吃 你投票把X嗎 但是你對這一代來說 生活在一個相對富庶的社會 他們追求的當然是更高一層的 心靈上或者價值上的要求 你還要他回頭 和你分享這個住母屋區 或者八個人 十個人一張床 他都很難想像 是不是等於他去完 了解了 又會同意你這樣說 說不用價值呢 他會告訴你 喂 你這幫老伯 當時如果你願意 反對英國殖民管治 爭取一個更高的自治 更高的民主參與 你都不需要一個人十張床 當時香港政府是有錢的 只是英國政府不願意承擔這些責任 這些就是在爭取數 反殖的時候 又不見你們出來 這些事情我想 有時候就沒得在世代爭取的 但是很明顯民意就是一半 所以就不知怎樣 不知怎樣收課 我經常都說 大家很難收課 因為牽涉到所謂的影響人搵食 所以剛才都說過 占領者 是不是應該都要想一下 跟一些非佔領者的人去溝通 包括一些上一代的人 是吧 一百斷口說 又叫人說 要找機會去珠海 去深圳那裡開荒 都可以告訴你 是吧 你只是申請過體戶那張 那張營業執照 都煩到毋電 是吧 都相當困難 青年人又沒有錢 拿一些人民幣去深圳創業嗎 是吧 開戶口都搞很久了 我想告訴這些老人家 有時你口說就容易 是吧 你真是做 你叫人做 那好了 還記不記得當時有個SIPA 香港城 還去到哪裏呢 是吧 所以說這些老人家說 沒有問題 我們照聽 不過在講之前 他們都要想清楚 你之前講的政策 會不會成功 青年廣場搞成怎樣 看著金管局陳德霖出來 12點見 全部我們留意著 好啊 先聊到這裏 新聞回來之後 電影館一會見 我們想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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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